第八十三集 秦王听了不由的大惊 从父皇的逼世中 他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父皇也在怪自己 这时他猛然想到了自己 有时候也会违背父亲的命令 特别是在围困洛阳的时候 难道父亲还为此耿耿于怀吗 李世民在心里问自己 随即他又为自己辩护说 我之所以这么说 完全是为了大唐江山啊 是为了一举消灭两个强敌 可是太子却不懂 他的所作所为 只是扩充他自己的实力 秦王 你回答朕 李渊打断了秦王的思考 儿臣认为他不该如此 不该在这种事情上违抗负命 嗯 在这种事情上 李渊在心里 重复着秦王的话 由不得心中生痛啊 可见 朕的这个二郎 他如今仍然以为 在一些事情上 可以违背朕的旨意 这简直荒唐透顶 如果父皇命 可以违背 那么皇帝的威严 将何以存在呢 我既然已经知道他的心事 也不必再追问下去了 想到这里 李渊微微的叹一口气 杨文干武逆 谋反 当何处置啊 儿臣 愿领三万兵马 前往平息 好 那就在辛苦你一次 速去平息了杨文干这个逆臣 儿臣领命 李世民说完 拜过李渊 匆匆的离去了 李渊高座书案的后面 目送着李世民 等看不到他的影子呢 常常的叹息一声 我的皇儿啊 父皇征战一生 从来没怕过什么 可是如今啊 四海统一 大唐江山 空前稳固 可是 我却又来为你们兄弟俩担心啊 但愿我李家祖宗庇佑 我大唐江山 不会出现兄弟相残的事情 大唐王朝建立以后 由秦王李世民亲自挂帅出征 去讨伐那些胆敢同唐王朝诸禄天下的群雄 短短六年的时间 英明神武的秦王李世民 差不多将他们都一一的剿灭 可是如今啊 一个庆州都督 杨文干 行事所逼也要起兵 自然不是秦王的对手 李世民还没等到庆州 杨文干的军队就已经大乱 应该说 杨文干是有能力的 也许能力并不比李世民差 可是在威望上 却不能与秦王相比 杨文干的将军们听说呀 是战无不胜的秦王领兵来讨伐 就再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抗衡下去 大家一哄而上 杀了杨文干 大开庆州城门 迎接李世民的军队 这是李世民自领兵以来 最无需费力气的评判 也是他首先就预料到 因此 他不仅令长孙无忌 杜如慧 房玄陵跟随 还带上了他万般欢喜 又敬重的长孙王妃 李世民带着他们 在杨文干手下将军士兵们的欢迎下 进驻庆州城 杨文干这个职称的都督 他的都督府 虽然没有一点豪华的气派 却给人一种威严 干净 而又整洁的感觉 李世民授权长孙无几 杜如慧和房玄陵 处理投降的叛军 以及庆州官吏的安置 他等有关事情 共同完毕 而他自己则忙里偷闲地让长孙王妃陪着 在都督府转了一转 然后来到那曾是杨文干安歇的内室 李世民与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对坐下 是从针上查来 他们细细地品味着 相互深情地望着 不时把目光浏览一下这新的环境 只见除了如外面一样的干净整洁之外 几幅名家的字画和一张精致的古琴 又给这房间里平添出不少高雅的韵味 长孙氏灿然的一笑望着李世民 没想到啊 出征评判就是这样 对啊 就是这样 不假 当然没有假 真是这样 那你就太无情意了 哎呦 这话怎么说 征战这么轻松惬意 你去把陈妾一个人留在家里 独守工房 为你担心 为你流泪啊 你这个人啊 才真是无情 而且不能理解自己的夫君呢 这话又从何说起啊 你明明知道 征战从来都是残杀与血性 本王懒得说了 陈妾 感谢你 佩服你 这又是从何说起啊 陈妾感谢你有情有义啊 佩服你知己知彼 长孙氏站起来 走到李世民的身边 轻扶着他的肩膀 将脸贴在他的脸上 李世民 也扶着他 玉脸般的细嫩手 轻轻地随俗说 说明白一点 有这一点机会 你也不忘带上臣妾 这自然是对臣妾 有情有义啊 你早就知道 此次出征 无需费半点力气 这自然是知己知彼啊 我的爱妃啊 这一切都瞒不过你啊 李世民说着 一只手揽住了长孙氏的腰 将他抱在怀里 长孙氏热烈地回应着 他们相互 望着对方 于是高贵的秦王 像所有壮士的汉子那样 轻轻地抱起 他心爱的女人 等他们沉沉地睡去了 昨天星辰的太阳 早已经直直地守护在 庆州的当空 秦王凭自己的升威 赢得立场兵不血刃的战争 秦王凭着自己的智慧 能让自己在战场上 如此快意销魂 这大秦世上的快意人生 或许啊 就只能在智者中存在 醒了 高贵的秦王 这壮实的汉子终于醒了 他睁开双眼 并看到长孙氏 那张月亮般唇眉的脸 看到他长长的睫毛 往上挑起 黑黑的毛子 正深情地望着自己 他轻不自禁地 又张开有力的双臂 将他抱紧 已经午时了 杜如辉他们在外面 已经等候多时 好 凉消如梦啊 转眼及时啊 真恨不得抛却 这世间所有的凡事 就与你 我们两人在一起 秦王 纵然你真有这样的心 天策上将领司徒 闪动到大刑台上书令 我的夫君 你有这么多的官衔 哪一职位 不是这普天之下 最高的权力和最重的 天大的责任压着你 又怎能让你 就这么守在臣妾身边呢 做俗人俗师 去吧 臣妾不怪你 只是为你自豪 为你高兴 为你骄傲啊 可是 哎呀 还是太委屈你了 让你一个人 独守空房啊 长孙氏伸出了御手 捂住了李世民的嘴 不要重复臣妾的话 其实你也知道 那些话只是臣妾 故意经你的 可是 说的却都是实情啊 不 你不在的时候 臣妾想着你也高兴 一个女人 能站在一个伟大的男人身后 为她祈祷 为她祝福 这是一种福气 臣妾 已经知足了 谢谢你 快去吧 你的大臣 在等着你呢 说完 急忙给起身的李世民 整理好衣衫 含情默默地 要送她出去 而李世民却抓着 长孙氏的御手 凝视着她 让我们再等一等 我有句话 要问你